关注三连点了没 投币了没 快 行动起来 蛮溜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弟 昨天我们在海上乘着木伐探险的时候 很不幸地遭遇了幽灵海盗船 这几艘幽灵海盗船 把我打成了落舱机 还好我游得快 现在我来到了一座新的岛屿 我决定在这里真正地站起来 先打开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位置 还不错 现在我们还在H3海域附近 这个地图有点像我这个藏宝图的位置啊 你这炮狗屎运踩得真准 看来天使大姐还是眷顾我的嘛 我跟着地图的位置找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岛屿和我之前的岛屿有些类似 也有这样一个岛屿驿站 根据宝藏图上的提示 拿着指弹针 宝物应该就在这附近 跟着地哥混有肉吃 我先给你来个三连 如果今天能挖的宝藏 晚上绝对给你加个鸡腿 好棒呀 果然是新岛屿 这门口的商人 跟其他的岛上都不一样 挖宝藏呢 也是一件苦差事 咱们还需要学习一下技能 在这个海盗基灯栏里边 我们首先要学习海盗的奥秘 首先我们需要打造一把铁铲 然后再学习鹰眼技能 方便寻找宝物 接下来就是开挖了 挖了半天 我怎么两个鸟毛都没有看到 你地图拿错了 你个瓜皮 经过了一番探索之后 我终于学会了食图用途 把正确的藏宝图放在快捷栏里边 来到宝藏的附近 咱们利用鹰眼技能 就可以看到一阵红光 靠近宝藏呢 就会有奇迹发生 不好是宝藏守护者 哇 原来是三个骷髅骑士 不慌 咱们有弓箭 还好我打开的是一个低级的藏宝图 躲开他们 正好用他们来练练手 哎呦 这家伙直接一箭 从我猴屁股上了 别怕别怕 老弟 我帮你报仇 打他 还剩下最后一个盾牌战士了 咱们得和他好好练练 长长剑士 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奇葩的能力 哇 小家伙会剑术倒是不错呀 还会捅刺 对付这样的战士一定要小心 如果剑直接射在他的盾牌上 他是可以抵挡伤害的 瞧 这一剑被他挡得老老实实的 不过他那一把发光的红剑 倒是蛮漂亮的 这个宝光的位置 就是宝藏的埋藏地 来 下几产子 咱们把宝藏给挖出来 这次有点深 看到了 是一个箱子 漂亮 出来了 再来一产子 这么多蓝图 这宝藏可真不少啊 这一次咱们可赚大发了 快让俺老孙瞧瞧 有啥好吃的 我说猴哥 你这贪吃的技术都快赶上二师兄了 看看有什么宝贝 哇 金币已经增加到了一百七十个个 还有一些就是武器和装备的防具蓝图 正好咱们身上的物资够 看看能打到什么武器 二千年之后 我在铁匠台里边 利用蓝图制造出了这把火药枪 这把枪看起来像中世纪的枪枝 非常的古老 喂 兄弟 三连点了没 评论了没 不过这把枪有一个缺点 就是上弹的速度实在是太满了 而且他使用的普通子弹 就是一个小弹丸 不过我猜他的攻击距离和伤害 应该还是蛮可以的 一枪一个小配袭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明天我就去试试 顺便我再把那些防具都做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